全文故事我和陆燕相识八年 我爱他入水 他恨我入骨 他是我的恩人 可更是我的仇人 我们之间的恩怨 这一生都无法终结 直到一场大火 我尸骨无存 他却疯了一样 冲入火海里 第一章建安二十年冬 雪夜 将军府内灯火通明 洋溢着片片喜生 我跪在院内 双腿麻木 执着地看着他们的欢愉 冷烈的寒风刀刀刺骨 我却像是感受不到一样 我和陆燕少年相识 爱慕他足足八年 以女子之身 陪着他上过战场 打过马赔 为他受过伤 流过血 是皇上清风的 郑义品将军夫人 可如今 他却不顾我的颜面 执意要取一个 失踪五年的青梅为妻 而且是 正妻 雪 下了一夜 露燕过来时 我正空洞地望着远方 他身披悬色 胡求大衣 大不踏着积雪 走到我面前 俯视我 看着我苍白的脸色 他的眼底 滑过了一抹厌恶 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是想让我可怜你吗 我脸下心中的酸涩和痛苦 劝道 将军 您万不能娶青鸾为妻 您若真心喜欢 可让他喂 话还没有说完 陆燕已经冷笑打断我 夜里 你想说让他为妾 他为小 你为大事吗 呵 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哑着嗓音颤抖道 我并非此意 只是他失踪这五年 踪迹尚未查明 您便带入府中 倘若真是有途而来 边关自入东以来 一直不安稳 如果这个时候 郑国将军出事 边关必会生乱 住口 本将军做什么 还轮不到你来叫坏 他一把 捏住我的下巴 逼迫我抬头指示他道 他名青鸾 荆州人士 自幼和我相识 五年前 投奔江州叔父 身份清清白白 不是你口中的那等人 更何况 他不笑你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当初若不是你父亲 逼着皇上赐婚拟于我 他怎会伤心离开此地 他看我的眼神 充满了恨意 我脸色苍白 指甲陷进掌心 只觉着揪心的痛 他手上的力气越来越足 像是要把手中的东西捏碎一般 直到我痛饮出声 他才冷哼一声 甩开了我 再敢胡言乱语 绝不轻饶 既然你喜欢跪着 就跪个够好了 来人 看着他 不准让人给他送饭 让他在这儿好好的反省 说吧 他一扯一摆 静止离去 我跌在雪地里 止不住地咳嗽 嗨嗨咳 我苦苦望着他的背影 直到胸口的痒溢 再也压抑不住 一口鲜血喷涌出 雪地里溅满了红色 我用手捂着心肩 只觉着十股难忍 八年相识 五年相知 我在他眼里 竟然只是一个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 泪水再也忍不住落下 空旷的庭院内 响起压抑的哭声 三个时辰后 我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 李嬷嬷抹了一把眼泪 推开看守的下人 努力地将我搀扶起来 夫人 我虚弱地半闭着眼睛 将全身的重量 都压在他的身上 夫人 将军心意已决 您这是何苦呢 我难难道 大概是我上辈子欠他的吧 第二章回到芙蓉园 李嬷嬷连忙让下人去请大夫 我的腿脚 已经被动得 没有任何知觉 盖再多的棉被 于我而言 都没有一丝暖意 腰间的旧伤再次复发 传来阵阵刺骨的痛 我的身体 像是背上了枷锁 不管怎么样 都挣脱不开 昏昏沉沉中 李嬷嬷喂了我一碗汤药 仅仅是吞下这碗药 我的额头 已经布满了冷汗 嬷嬷着急地为我擦拭 一直在我耳边喊着 让我不要睡着 可我却觉着 眼皮十分沉重 一刹那 我仿佛陷入了黑暗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听到了沈大夫叹气的声音 夫人早年落下了病根 本就未寒 再加上她之前为了给将军解毒 亲自食药 毒素未清除干净 此一遭 毒素蔓延 她怕是十日不多了 李嬷嬷悲欺万分 一直求沈大夫救我 我强撑着睁开双眼 扯了扯嘴角问道 沈大夫 能否告知我具体还有多少时日 沈大夫朝着我做了一个一 半晌道 多则半年 少则三月 我点了点头 沈大夫离开后 我将视线转向李嬷嬷 我昏睡了多久 嬷嬷看着我有些不忍道 三日 三日后 也就是 他们已经成完亲了 青梅竹马 破镜重圆 关于他们的故事 怕是经中要流传百日吧 他们又是如何传我的呢 下唐妇 还是旧游自取 我仰面躺在床上 目光放空 一直强调着的那口心气 像是突然泄了一般 嬷嬷地心疼地跪在我床边 握着我的手 泪流满面 我刚想开口安慰她 就听到外面吓人的声音 叶夫人 将军夫人唤您去前厅 我视线外转 只见陆燕的随从后在门外 那架势 看样子 我飞去不可 李嬷嬷气急 我们夫人才是堂堂的将军夫人 凭什么让夫人去见她 对方低着头指示道 这是将军的意思 李嬷嬷眼眶通红 看向我 眼底充满了对我的心疼 我朝着她挥了挥手 对着随从道 稍等片刻 我梳洗一下 李嬷嬷满心为我感到委屈 我强撑着身子坐起来 让她为我穿衣打扮 遮掩苍白的脸色 等我正听时 只见青鸾穿着一身滑服 外披大红色披风 头发挽至妇人妆 一张小脸白里透红 在几个丫鬟和管家的伺候下 坐在主位 我站在厅中 听着她呵斥吓人 都什么时尚啊 不是说堂堂叶夫人 很懂李叔 迟迟不来 这是在给我脸色瞧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也不是谁进服 找谁就有事正式的 有些人进门走 不过是个通房 叫她一声夫人 那是给将军面子罢了 我听着她指桑骂槐 手微微握紧 旁边的嬷嬷 想上前同她理论 我伸手将她拦下 微微摇头 我深呼吸一口气 抬腿走进去 青鸾看着我走近 唇勾了勾 并了并手 一群人退下 李姐姐 好久不见 她走到我的面边 全然没有方才那副模样 言笑艳艳道 我扯了扯嘴角 找我有事吗 姐姐 这么冷漠做什么 还不是昨日拜堂时 没见到您的身影 少时说你并了不意见人 妹妹想着 毕竟是当家主母 明媚正娶的将军夫人 是该关心关心 早逼我入府陪侍将军的姐姐的 少时 陆燕的婊子 她从不允许我这样换她 青鸾笑着 她那张脸红润娇媚 看得出来 陆燕很疼爱她 而我 脸色苍白 犹如将死之人 我觉得有些刺眼 转身就想走 姐姐 你若是这样走了 是要让将军 被京城官军们取笑的 姐姐真的舍得吗 我咬咬牙 青鸾知道 我的软肋是陆燕 我既然是将军夫人 该当正事 您不应该给我敬杯热茶吗 我手不由自主地握了握 站在原地迟迟没有动作 可她却下巴微抬 明晃晃地看着我 我到底是忍不住的 脸下毛子就要离开 谁知 没走两步 她在身后叫住我 姐姐 你 第三张我转身 身后郎当玉佩袭来 耳畔有阵阵寒风 在战场叠血太久 我熟知这股掌风里透着的杀气 我下意识地扭头 抬手去捂住脸 可谁知下一刻 手里竟然被人塞了一只碧玉簪 好疼 姐姐 你为何这样带我 手上有温热的东西流淌 穿堂风里有血腥气 我低头去瞧着 已经带着斑斑血迹的碧玉钗 血腥味在我的鼻尖银肉 不知为何 明明是见惯鲜血的 我却忽然觉得 有点作误 她这是想干什么 我迟一片刻 反应过来后 浑身血液凝固 你 我还没来得同她理论 身体猛地被人扯向身后 我被人大力地甩出去 摔在了屏风架子上 疼 好疼 我胸背的骨头 犹如被撕裂了一般 疼得蜷缩成一团 咳咳咳 我咳嗽得脸颊发烫 胸口处像是有一块大石头堵着 一股甜腻的血腥气顺着气管而上 我强行地压下去 我不想那么狼狈地面对他们二人 我喘着气 拼力扭头 青鸾下额线处有一道伤口 她捂着脸 脸颊处的血顺着她揉一躺下 她性谋梨花带雨 拉着正气头上的陆燕道 将军 她哭得鼻头通红 才软软地一声 便叫陆燕心疼地去查探她的伤势 那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焦急的神色 她的手抬起她的下巴 动作轻柔 仿佛是在抚摸自己最心爱之物 疼不疼 她哑着嗓子 眉头的穿字不曾松开片刻 我眼瞧着她那般神色 仿佛恨不得没替青鸾受这点苦 疼得 青鸾不知做错了何事 惹得姐姐如此待我 将军 青鸾 青鸾哭出声来 就连我一个被她陷害之人 都差点忍不住对她动容 将军 青鸾 是不是很不招人喜欢 青鸾拉着她的衣袖 小鸟一人 她眼角余光瞥向我的时候 却万分得意 你究竟想做什么 陆燕扭头 狠狠地瞪着我 我头一次看到她如此厌恶我的目光 她看着我 仿佛是看世上与她最深仇大恨之人 我已按照圣上的旨意 将你迎入府中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竟还对青鸾如此恶夺 我努力克制自己 不在她面前痛哭 指甲掐着掌心 努力地迎着她的目光 苍白地解释 不是那样的 陆燕 是青鸾自己伤的自己 与我无干 够了 叶鲤 你真是个毒妇 你别以为毁了青鸾的脸 就能让我多看你一眼 来人 她想干什么 我身子颤抖着往后退 身体却被人死死地按住 我不敢置信地 看着她步步靠近 她弯腰 冷烈又刺骨的气息笼罩着我 我心间颤了颤 有种不好的预感 啊 下一刻 我手中的碧玉钗被她夺过 钗子划破我的脸颊 我疼得抽窃 脑袋空白 我忍着疼痛 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第四张将 将军 她竟然 她竟然为了青鸾 毁去了我的容貌 温热的血顺着脸颊 滴落在我的素色罗裙上 很快染红一大片 陆燕却一脸厌恶地 掐住我的脸 全然不过我的伤口 她常年习武 只负粗利 刮过我的伤处时 我疼得叫出声音来 疼 你也配喊疼 她吃笑 将我狠狠地甩开 青鸾脸上若是留了疤 你这张脸 也不必要了 来人 将她关到芙蓉院 没有本将军的命令 谁也不许踏出一步 为者 必严惩 她小心翼翼地护着青鸾 从我眼前离开 我终究还是撑不住了 破 一口鲜血从胸膛中喷出来 我浑身无力地倒在血泊中 夫人 闭上眼 我瞧见李嬷嬷 扑着往我这边来 雪 越下越大 我发了高烧 脸上的伤 一直不见好 反反复复地腐烂发言 李嬷嬷说 她瞧着音 是必于拆上脆了毒了 我躺在漏风的芙蓉院里 裹着被子 越发觉得冷 好冷啊 怕是等不到天暖的时候了吧 毒妇 毒妇 这贤雾又无情的斥责 不断地响在我的耳边 李嬷嬷哭着给我端来一碗药 哭着为我吃下 可我脸上疼得厉害 张嘴浑身都跟着疼 嬷嬷 别气 我握住她苍老的手 还好有嬷嬷在 否则 我怕是撑不过昨日那样的雪天了 李嬷嬷哭得越发伤心 她一口一口地灌我喝药 我不知睡了多久 身子还是烫得厉害 到了午后 李嬷嬷摸着我的额头 咬咬牙 道 夫人 我去请郎中来 我摇摇头 想阻止她 可是她已经起身出去了 哪里还请得到郎中呢 原先 沈大夫带我极好的 轻轮入了府后 说是在江州落了病根 沈大夫医术后 便被陆燕叫去给她调养身子了 至于我 她身痛恶绝之人 死了最后 芙蓉院里 我能听到李嬷嬷用力拍门的声音 我知道 李嬷嬷心疼我 不想我脸上的伤流浓成疮 其实 若是陆燕云我去找军中的衣室 只用上两副药 我的脸便能完好如初 她不云 便是恨透了我 干什么 将军有令 你们芙蓉院的丐部许出去 你想抗命吗 你行行好 夫人的身上滚烫得厉害 怕事不成了 你就是不愿放我老婆子出去囚囊中 也去通报一声吧 滚滚滚 什么夫人 府中只有青鸾是将军夫人 其他的 是个什么晦气玩意 如今 将军同将军夫人 新婚正盛 你们抹角了将军的好事 守门的想来是 已经换了一拨人了 不然 陆燕的人不会如此放肆 没规矩 我躺在床上 又吐了一口血 我看了看外面 不见天日 我再次醒来时 芙蓉院里哭声一片 我听到跟着我那两个丫头 在唤着李嬷嬷 第五张我浑身一颤 尽力撑起身子 从床榻上扑下床去 我没有力气走路了 只能一寸一寸地爬着出去 院子里 李嬷嬷衣衫单薄 她犹如冰雕 跪在院子里 脸上没有半分血缩 我心中大害 换着她扑过去 摩嬷 摩嬷 究竟发生了何事 摩嬷怎么了 我的手触碰到摩嬷的手 她已经彻底僵住了 我慌忙去看她的脸 她的脸灰白一片 神色却依旧倔强着 她的双眼被不甘心地瞪着青丸柱的方向 死不明目 夫人 摩摩 昨日求医不成 便钻了后院的狗洞出去 谁知碰上将军 同那夫人在后院赏霉 摩摩求将军找衣室给您瞧瞧 那夫人说 说只要摩摩心诚在府中跪着走一圈 定能叫将军开恩 昨夜雪整整下了一夜 摩摩已然年迈 哪受得住这般折腾 我的心犹如坠入冰窖 青丸杀了摩摩 是青丸 姐姐 芙蓉院的门被打开 青丸裹着鹿的狐囚抖通进来 脸上的伤早就愈合了 看不出一丝丝的痕迹 哎呀 这摩摩怎别如此不懂事 我不过随口一句玩笑 她怎么这么不疼惜自个儿的身子 她一脸被吓到的震惊 又捏着帕子捂住口鼻 脸色嫌弃 找人来将这婆子 丢去乱葬搞买了吧 这都年关了 多不吉利 我心生恨意 我不怕旁人如我 欺我 可李摩摩做错了什么 李摩摩瞧着我同路燕一同长大 平日里路燕就算对我百般苛待 也不会过于为难摩摩 可这个女人 竟然害死了摩摩 清乱 我拔出我头上的发簪 用尽全身力气扑向她 我懂得我的力道 纵使没力气杀了她 但能让她的脸也同我一样 再也无法痊愈 也能了以未见 我被人狠狠揣在雪地上 早就冻得僵硬的摩摩 用她的冰冷的尸身将我接住 我泪流不止 摩摩啊 下辈子 莫要再跟着夜离了 夜离配不上你这么好的看护 我听到清乱的尖叫声 跟路燕对我的怒吼 将军 我的脸 我的脸好疼 清乱的红润白净的脸颊 被碧玉拆划过 我用的是右手 力道向左 即使不看 我也知她的右脸颊 从鼻翼到侧脸 有一道一指肠的伤口在躺写 这一次 可不是那天浸茶时的发丝一样的 细的伤了 夜离 你怎能如此放肆 如此恶毒 你当真以为 本将军不敢动你吗 他哪里会不敢动我 我苦笑一声 只怕恨不得杀了我吧 来人 将这个毒妇 给本将军拿下 清乱 莫怕 我将最好的医师寻来 定不让你脸上留疤 他对清乱的语气那么温柔 想必现在也是轻柔地搂着他 替他着急吧 可我没力气去看了 我无声地哭着抱住某某 像小时候那样 靠在他的肩膀上 可他的肩膀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暖了 某某 你慢慢走啊 你等等小脸 小脸很快就来 我再次醒过来 是被一盆冷水 从头浇到尾泼醒的 我睁眼 入眼的是 露燕那张愤怒的脸 听说 清乱的脸被划伤后 久久不愈合 医师看了之后 都说 我的发拆上 脆了白扣丹的毒 正如此 我的芙蓉院 变成了审讯我的牢笼 血腰在哪里 他冲着我怒吼 想来是心疼清乱的缘故 我身上的衣服 因为被鞭刑过 已经蓝绿 在这阴暗之地 冷得骨头都跟着疼 我双手四肢 被粗重的铁链拴着 露燕真是怕我逃走 以为我还能 从从前那样上马杀敌 可他不知道 自从替他试药之后 我身子早就被掏空了 我笑了一声 心如死灰地看了他一眼 露燕脸上怒火更甚 他搭不上前 将我肩膀捏住 我察觉到 他大力捏着我的伤口 我的衣裳被写进尸了 因为疼痛 我几乎失声 我 没下毒 露燕自然不幸的 不知悔改 你是不想活了 我疼得蜷缩 身上止不住地颤抖 嘴唇也跟着哆嗦 露燕却猛然站起 抽出一旁火堆里 一直烧着的铁片 他冷冷地看着我 手中没有丝毫犹豫 就朝我身上印了过来 第六章啊 钻心的疼痛 让我忍不住地痛银出声 他将烙印拿掉 屁腻着我 还不说是吗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精神有些恍惚 他还欲动型 可能太冷吧 这一次 我主动贴上了那滚烫的烙铁 他没想到我会如此 棱在原地 烧焦的皮肉味 逐渐弥漫 我忍着尸骨的疼痛 看向他错愕受惊的面孔 嬷嬷 在哪儿了 他不知是不是下着了 丢了铁片退后两步 你这个毒负 将军 我从未对不住你 嬷嬷也是瞧着你长大的 你为了青鸾 使得他冻死在血液里 将军 若是故人如梦 你可还敢睁眼去看看嬷嬷 将军 我恨不起你 但我诅咒青鸾所求不得所愿 不能夜夜不能安眉 我诅咒他脸上的伤发臭发烂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我就是做了鬼 我也要跟嬷嬷一起 日日挂在他的床头 看着他备受折磨的死去 鹿燕扭头 狠狠扇了我一巴掌 脸上火辣辣的疼 连同被炙烤过的地方 疼得几乎让我窒息 我被打得偏过头去 原还想多说几次 戳他心窝子的话 让他多瞧我两眼也成 可折腾得很了 这副身子守不住了 还是晕了过去 再醒来 芙蓉院里照顾我的丫头告诉我 说 我怀孕了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从前 我多盼望着 能同他有个孩子 可是来问我瞧病的沈大夫说 我折腾很了 腹中胎儿 又在汲取我母体的养分 我如今 怕是三个月都撑不过去了 夫人 才短短数日 您正迈向 沈大夫摇摇头 他得知我的近况 为了陆燕一个时辰 求能来照看我 父亲与他有恩 我心中一直感念他的好的 其实 沈大夫不说我也知道 我已邮禁登库 可我不甘心 不甘心我父亲同我护着的陆燕 一步步落入他人的陷阱中 好在 陆燕得知我有孕 不再可待于我 芙蓉院里多了许多人 也多了许多银泻碳 如今我是不怕冷着了 只是 为我死在血液里的嬷嬷 听说被青鸾 让人丢去了城北孤山上 我伸出手去接漫天的飞雪 心随着指尖一点点的凉透 嬷嬷 原谅我 不能出去送送你 待过年 阿里再去冥府 向您赔罪 听说将军夫人也有喜了 将军寸步不离地守着 就怕出事 可不是 流水样的补品 进了他那院子 看着就眼热 我心中一痛 青鸾才禁服几天 就有喜了 看来 陆燕早就对他恩宠有加了 我身子越发疲倦 在嬷嬷走后的第二个月 按我家乡的说法 我是要在他走后的次月 给他摄灵牌供奉的 我难得出去 看护院子的也不拦着 姐姐 他可真是阴魂不散 我扭头 青鸾的脸上的疤痕 比我的难看 我从来不知 什么是白口丹 这白口丹 应是他自己吓的 我模样如今是难看了些 可将军每每看到这伤疤 便多痛恨你一分 多联系我一分 他娇笑着过来 几日不见 他珠圆欲润 可不是补品补出来的吗 我懒得同他计较 取了牌位就走 青鸾看着我近乎落荒而逃的背影 在我身后咯咯咯直笑 我听得刺耳难受 回了院子 便自顾自地超经念佛 以求心静 傍晚 青鸾那边传来动静 惨叫声连连 半夜 陆燕带着一身寒气 闯入我的房中 身后带着拿着铃铛的法师 铃铛指向我的肚子 法师断言 是我腹中孩 克了青鸾的胎 除非我孩剁了 否则便保不住青鸾腹中孩 来人 给他端一碗红花来 第七章陆燕眼睛不眨一下的下令 我原以为我已经不会心痛了 可听到这话 还是控制不住去扯他的衣裳 阿燕 我喉咙色哑 泪眼瞧着他 你当真要如此吗 他挥挥手 我被人按住 你我相识数十年 我父亲带你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 我阿娘到死 还惦记着 没给你做你要吃的核桃糕 陆燕 你如今 当真如此绝情吗 那是我的孩子啊 我的手轻轻地抚摸上我的小腹 我知道 陆燕心意已绝 怕是不会给我腹中寒儿任何机会了 我甚至来不及求柔 红花灌下 我腹中疼痛难忍 昏死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 躺在芙蓉院的床榻上 头顶的那一方天窗 已经被人关上 不见天日 我沉寂地躺着 眼神空洞 小腹传来的疼痛 清晰地告知我 我深爱的那个人 对我有多么的绝情 服侍我的丫头们 哭得厉害 他们的哭声 在廊下跟冷冽寒气袭来 让我彻底堕入寒冰地狱 我已经哭不出来了 眼泪早就流得一干二净 沈大夫说 我恐怕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我如今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嬷嬷没有了 孩子也没有了 家也早就没了 活不活的又有什么区别 清鸾说安胎要去城外 我一听便知其中有诈 冰天雪地 我拦着他们不许他们出门 陆燕甚至没看我 便带着他心心念念的清鸾出府 他才出府 玉林军就为了王府 我听到传指的都统领的声音 说是陆燕有谋乱的嫌疑 陆燕得知此事 带着清鸾连夜回府 我坐在正堂 留着最后一口气 是你做的 他从未谋反 玉林军摆出来的硬性 桩桩渐渐 接触自将军府 那边只能是有人 做了皇帝的奸行 我从未对不住你 我强撑着身子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我府上出了奸行 除了你 还能有谁 陆燕怒吼 他身后传来太监的声音 是陛下来了 陆将军 你还真冤枉阿里了 朕安插的细作 怎可能是真心爱你之人 皇帝设计而上 清鸾松开陆燕跑向他 陛下 清鸾做得不错 真不愧是朕最得意的细作了 陆燕扭头 我看到他身心一顿 我知道 时至今日 他还是不幸 清鸾 他色雅出声 你 你为何 孩子 什么孩子 陛下的细作 月月不落 婢子汤药 我不论如何 都是怀不上孩子 至于说什么肚子疼 可想而知 只是他的手段吧 阿里倒是怀你的孩子了 还不是被你剁了 父皇总说 你比朕强照 朕来看陆燕 你就是个傻子 你以为阿里 是想要权势才嫁给你 你在胡说什么 陆燕摇摇头 不相信地 冲着皇帝开口道 我胡说 区区将军夫人之位 怎比得上我许他的后卫 陆燕将住 他僵硬地回头 看着我 我冲他扯了扯嘴角 最终体力不支地倒下 八 我梦到了阿爹 阿爹原先是不愿意我嫁给陆燕的 我家是清流 祖上是开国皇帝的先生 家中出过几代帝师 几代帝王都允诺我家 不论出什么事 家中族人亦能保平安 而我父亲 哪一代帝师 辅佐当今陛下 陆燕为常公主所出 常公主受先帝宠爱 在陆燕十三岁那年 将她接入宫中 与陛下一起上我父亲的课 陛下年少时 样样不如陆燕 处处被先帝斥责 他怀恨在心 继位后对陆燕也是百般为难 他先是以大不敬为由 降罪陆家 将陆老将军打入死牢 常公主也郁郁而终 陆燕那时 求父亲跟陛下求情 父亲没答应 他便对我家怀恨在心 那时 父亲是自知保不住他陆架满门 所以才选择袖手旁观 而陛下对我亦有几分情 因着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儿 便需我后卫 我便是那时 执意嫁给陆燕的 一来是我同他一起长大 心悦他 二来是为了护住他一命 护住他的将军之位 可我还是想多了 青鸾就是冲着我来的 陆燕伤我 陛下就有了不恩免与他的理由 我再次醒来 听闻陆燕把持朝政 皇帝还是小瞧他了 他除去在情爱之中 任人不清 在政治领兵方面 却是难得的将帅之才 我被他从芙蓉院 摸进他的卧房 听下人说 他找了许多医事 给我治病 只是每个来的人都摇头 阿里 阿里 你醒了 我问了医事 他们说京城太冷了 我带你去南边养病 南边有杏林谷 我们去杏林谷 神医就在那儿 你会好起来的 阿里 我迷迷糊糊之中 听到他哑着嗓子 哭出来的声音 我推开他 心如死灰 不必了 陆燕 我声音很轻 实在没有多少力气了 我说过 我从未对不住你 我很后悔 那年不该去教场认识你 不该忤逆父亲 嫁给你 那年你重伤 我不该替你施药 毁了父亲母亲 给我的这副身子 不该不听嬷嬷的话 使得嬷嬷血液惨死 什么施药 他惶恐地瞪大眼睛问我 他抓着我的肩膀 似乎要将我紧紧抓住 我哀笑一声 问道 你不知吗 那年 你被敌军案件锁伤 剑上淬了毒 是我以绅士毒 再尝过白种药 才揣摩出的几药 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我靠在软塌上 合着眼睛 我真的好累 不想再多活一天了 陆燕发了风一样抱着我 他几乎不理朝政 只日日夜夜地抱着我 医师来了一个又一个 最后 性灵的神医也请来了 他说 我一心求死 心病难医 无药可救 陆燕不幸 发了疯的 让他抓药熬药 我已经不想 张嘴喝药 他含着药用唇 为着我喝下 多可笑啊 我不求他怜惜我了 可他的怜惜 这时候如潮水汹涌而至 第九章后来 不知道神医从哪里听说的 说是皇陵地宫之中 有秘药紫荆生完 这种大补之药 或许能留我一命 陆燕去了 到了半夜 才被人抬回来 我知道 皇家地宫之中 机关重重 他若不折半条命在里面 怕是拿不到 他是被地宫的毒蛇所伤 昏迷的时候 手里一直握着那颗紫荆参丸 念着我的名字 救救阿里 救救我的阿里 阿里 对不住 阿里 神医给他瞧了瞧 为难道那颗紫荆生丸 亦是解药 让他吃了吧 我本就不想活 再说 父亲也说过的 紫荆生丸本就是一颗解万种毒的药 并不是外界传闻的那样 是补药 陆燕躺在床上 整整五日才恢复过来 神医将紫荆生丸的石告知他 他愣证半日 最后浮在我的肩上哭了半日 而后又一遍遍地翻一书 为我寻救命良方 他日日点灯熬着 我醒着的时候 他就陪着我 哪怕我不搭理他 他还是坚持抱着我看雪 陪着我静静坐着 我睡了的时候 他便点灯熬着去翻一书 替我试药 短短数日 原先意气风发的将军 日渐潦草疲惫 到了除夕这日 我精神好了许多 我告诉陆燕 想吃从前 他给我买过的桂花糖偶 他开心地向着孩子 说他 这就去给我买 我看着他欢欢喜喜地跑出院子 取出首饰一群 对镜花黄 我知道 我已是回光返照 怕是不久 我的父亲母亲 还有嬷嬷 就要来接我回家了 午时方果 我听到他回来的声音 意识逐渐模糊 陆燕跑进来 瞧见我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张榻子上 阿丽 在他抑制不住地颤抖的声音中 我彻底闭上了眼 阿丽 陆燕抱着我逐渐冰冷的尸首 痛哭不已 他握着我冰冷的手 一遍遍地亲吻 阿丽 我错了 你别闹了 好不好 桂花糖偶 你还没吃呢 你尝一口 我亲自去城南甜水 向婆婆那里买的 是你最喜欢的 阿丽 你睁眼瞧瞧我 好不好 青年将军在除夕之夜 永远失去了他最看重之人 上天垂帘 在走过黄泉 喝那孟婆汤时 我向孟婆要了一碗 不会再遇见她的汤药 孟婆道 我先看看汤碗中的她 再做决定 这七日中 我看着她满头青丝悲白 却也犯不起一点点涟漪了 我的死讯传出去了 尸身停在厅堂多日 纵视天冷 也会有些气味 我看到她身边的中仆 劝她早日让我入土为安 可她只抱着我冰冷的尸体 寸步不离 他们打晕了她 想将我安葬 却不想她中途醒来 府中尸爷 只得匆忙放了一把火 连同我的光骨 烧了整个芙蓉院 我看到她先是看着我的芙蓉院 被大火吞噬 毛子心红得不像话 而后她推开按住她的侍从 抱着我的牌位 纵身跃进芙蓉院的大火里 姑娘 这汤若是喝了 你们生生世世 永生永世不复相见 你可想好了 我苦笑了一声 看着汤丸里的那张脸 我知道 她片刻后会来 想好了 我握着汤丸 一饮而尽 陆燕 你同我 死生不复相见 也挺好的 就是不知道来世 还能不能看到 那年遇见她时 那样美的海棠花 而后人不知 将军府年轻的将军 为何骤然离世 只知道她跟她心爱之人 葬在城北孤山 年复一年 也被人编成画本子 到处传说 那一年的 年轻人 都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